介紹一下最新滑鼠 MM830 打開 我看一下 然後再聞一下味道 真香 品其香啊 這時候就是要 才這個盒子 這個線拿出來 我這線怎麼那麼長 這可以從從台灣接到台北 可以從高雄接到台北 這線好長 我第一次握這種滑鼠耶 這個這個是不是很像 某個某個 某個牌子的 它側鍵有四顆耶 好可愛喔 四種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小螢幕 等一下把它插電 捅它的電源 捅一下它的電源啊 捅一下 等我一下哈 拆一下線 這線怎麼那麼長 這太長了 這樣 會插到 不該插的地方去 這可以 而且它頭是電鍍的耶 鍍金的 哇發亮了 你看看還會還會有螢幕啊 Amazing啊 Amazing 我調一下 這可以調 這可以從這裡調dpi嗎 好像可以耶 好滑好滑 不要不要 我不習慣 這個應該是400吧 有LED耶 它的側鍵 它的側鍵觸感 觸感蠻可愛的喔 不像不像不像一般滑鼠的側鍵 它側鍵 比較像按鈕耶 這樣才不會不小心按到 但是可能會稍微硬了一點 阿哥不理他讚 而且他他這個 他這個表面 那個有點沙沙的啊 就是 不太會流手汗 如果是光滑表面 你一流手汗 你就要拿衛生紙一直插一直插 等一下 然後我開一下它的驅動 聽說它的驅動很好玩 這隻滑鼠比較適合手小一點的人啊 我的手 我的手應該也不算大吧 我的手應該算普通 這隻滑鼠比較適合比我的手再小一點點的 比我再小一點的應該就 很適合這顆滑鼠 而且他滾輪 他滾得很安靜耶 哇這滾輪好棒喔 這樣一直滾滾輪都不會被發現了 只是可能會有 可能因為他段落 段落感比較那個吧 有可能會不小心 滑到 滾到 但是 很安靜啦 這就跟我晚上睡覺的時候 一樣安靜 可以公佈型號沒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公佈型號啊 可以買回家給媽媽滑啊 當母親接禮物 可以公佈型號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要開 MBOX的起來 試射一下 開一下 開一下MBOX 我開一下steam 用本尊帳號 一定跟鬼一樣 多少錢一顆 馬上為你 馬上為你附上連結啊 其實還不錯 這顆這顆跟我之前用的很像 只是他對旁邊這個機翼啊 這個會飛起來的地方 感覺會 感覺滑一滑就要起飛的地方 感覺會飛起來 感覺很棒啊 感覺很棒啊 其實握起來還不錯 我們試射看看 試射看看 你們練這個 你們打這個練鴨槍 的時候 有沒有 你們都習慣跟 就是跟那個 可能跟學奧德啊 跟誰一樣 就習慣這樣 習慣這樣點頭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這樣點頭 就要等你 真的槍 靈敏度 你自己習慣之後 再來點 不然一開始 一開始你還是先 找那種比較遠的 有沒有 沒有 然後練 然後練個鴨槍 然後最好是 對著人的頭 壓 就要習慣吧 習慣對著人頭壓 這樣就差不多了 對不對 就每天每天打個 兩三三五百隻 就這樣 壓槍 而不是 而不是 你每次看到 職業選手就這樣練 你就跟著職業選手這樣練 然後你們瞄了一瞄 有夠慢的 就這樣瞄 彩色 對不對 人家職業選手是 超快的 先練這個 先這個 有點點色 有點壓槍 的 這種滑鼠 我還可以啊 但是 如果你的手是比較偏小的 就再買 就可以買 這顆應該蠻適合 手偏小的 我的手應該是算一般啦 就是不大也不小 畢竟 我是阿宅 又沒有打籃球 打籃球的人手就很大 可能就適合 更大顆一點 可是這顆的話 他比較適合手 小一點點 或者是女生 這顆可以買去送給媽媽 媽媽一定會很喜歡 每天我就買一顆買一顆 買來給媽媽 就這樣練嗎 MM830 這隻滑鼠就非常特別的地方 他有這個螢幕啊 有沒有看到我現在已經把我的 這個螢幕 設定成 我的名字 那這個滑鼠最特別的就是這個 OLED的地方 這個 可以自定義喔 可以 像我這樣 可以在我上面寫我的名字 然後還有他側鍵 他側鍵也很特別 他是十字型的 有四顆 這樣按起來 按起來是非常方便 一下子就點到 很 很 順手啦 簡單講說 然後他的表面的話 是這種 消光的 這種 有點沙沙的這種 質感 那這種的話 這種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流手汗 上面就不容易沾黏 就是 不容易殘留手汗 我覺得是非常棒 這種材質的話 就是不用拿衛生紙這樣 一直插一直插 看有些人 有時候玩遊戲 就這樣一直插一直插 這不用 因為這種材質 本身手汗 很快就 那個 蒸發掉 可能是因為這個 細細的這個凹凸 就是這裡面這個表面 粗糙的關係 讓他 水分 蒸發比較快 所以 感覺這種 微渦這種滑鼠 就比較不容易流手汗 那這種滑這個滑鼠特別的地方 大概就是他的 螢幕 然後跟他的側鍵 這側鍵的設計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真的是蠻特別的 然後最後就是他這個 這個應該要叫做 我自己覺得這個很像機翼 飛機的機翼 這個 就非常棒 這個 人體工學的部分 就讓你的大拇指有點依靠 才不會 因為你在滑的時候 大拇指碰到那個鼠墊 然後這樣卡卡的 這個 有這個 他這邊有鼠貼 這樣比較平順一點 那這個 這個產品 的型號是 MM830 MM830 大概長這樣 非常漂亮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他的驅動程式 我覺得他驅動程式也是非常棒 設計的 很不錯 我真的真心覺得 設計的還不錯 讓大家看一下他的驅動 像他的驅動 這邊的話就是按鈕 就是設定按鈕的部分 這個基本上 不大需要動他 那這邊就是性能的部分 像這邊從這邊開始我的鼠標這邊 滑鼠靈敏度 就是你可以按中間這一顆就可以調整滑鼠靈敏度 那我自己的話我是本身我是習慣 每個都調一樣的啦 因為有時候手鍵會這樣一直去按 那就習慣每個都調一樣 像我是400 那我就會做調400 對每個都調400 因為有時候有時候手比較有手比較癢的時候就去按 這樣才不會 按按然後忘記自己按到哪一個 這是我自己比較習慣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基本上 應該是 預設就好 這個 按兩下速度啊 這應該都預設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話我自己個人是用1000赫茲 那高度是低 這個就在於你這樣你的滑鼠 就是有沒有騰空 假如你設定高的話就是比較高的部分他可以感應到你的滑鼠 電 就是會 騰空的時候 你的滑鼠還是會動 所以我就喜歡調D 然後第二話就是 就算你抬起來 你這樣 這樣有沒有甩槍的時候 你的滑鼠一定會往上稍微 騰空一點 這樣才不會去感應到 這樣感覺可以 我自己比較習慣這樣 這樣比較 挺身 準確率 準確率 然後這一個角度調整 角度調整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可以 一般來講就是 直線修正啦 就是左右平移的時候他會比較直 可是這樣的話有一個缺點就是 有時候 他會有時候你設定太高的時候他就會整個是直的 所以大概他就整個是直的 零的話是比較平 那再來就是燈光大家最喜歡的燈光的部分 還有很多像這樣靜態啊 他就是 靜態的話他就這樣 然後也可以自電 也可以呼吸 呼吸的話就是會 一閃一閃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燈有點太亮 關一下 這樣 就是亮 暗 亮 暗 還可以自訂 這是自訂的部分也可以關起來 就是如果不喜歡亮的話 可以直接關起來 那就換到這個我最喜歡的部分 就覺得這個很可愛 可以自己寫字 有沒有看 上面上面 顯示 然後再來我再用一個給大家看 可以寫 G U N 這有點醜 G U N 有沒有 然後他上面就會有 真的超可愛的 這個真的很可愛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個 你看 就有一種很可愛的感覺 自己寫的 然後就按 這樣就非常好 然後也有聚集功能 我覺得聚集 聚集我自己是比較沒在用啦 就差不多這樣 我覺得這滑鼠最棒的大概就是他的 就他的 這個 驅動層次 寫的還不錯 做的還不錯 那這個 角度調整的部分 我自己是選擇0啦 就是這個就不用再調 這都不要特地去調 基本上就是預設就好了 就非常簡單 然後就用套用 那隻滑鼠的話我現在握起來 我覺得 還不錯 可是他可能比較偏小一個小一點點 他比較偏小一點點 假如你手比較大的人 可能會覺得有點小啊 但是也還好 因為我的手 應該算普通 普通大小啊 但我覺得握起來還可以還不錯 就還算舒適 也不會到太大或太小 就覺得還 還算剛好 那手小的人 也可以 拿這隻滑鼠 因為這隻滑鼠 稍微偏 小一點點 小一點點 我覺得還不錯 非常棒 最主要是他這個驅動 的部分寫得很好 這是我覺得最喜歡的地方 然後整個握起來 像我從剛剛一直測試到現在 都覺得還可以啊 這樣握起來其實沒什麼毛病 而且最主要是這個旁邊這個真的很可愛 而且每天 以上不同的心情可以去換這個 有沒有 你看這槓槓寫得 很可愛吧 真的很棒 然後在這邊推薦大家這個 MM830 真的覺得 真的覺得非常厲害啊 真的很可愛 很厲害又 可愛又厲害的一顆滑鼠 推薦給大家